男子酷似弥勒佛走红 被妇婆看中带回家供养 如今咋样了 走红的方式有很多种 山东一男子就因长得极像弥勒佛而成为了网红 妇太的耳朵可居的笑容 同时又袒胸漏腹的披着一件黄色的袈裟 看着着实像现实版的弥勒佛 他的走红也引来了一位妇婆的注意 妇婆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 愿意花重金将她带回家中供养 如今几年过去 当年带她走的妇婆 究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阿伟来自山东农村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她从小便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小时候的阿伟 长得比周围同龄孩子更加圆润 爷爷奶奶觉得孩子胖一点 是有福气的表现 碰到有啥好吃的准是让自己的孙子多吃一点 一次舅舅来家里做客 看到了已是长得肉脊肉的阿伟 带着开玩笑的一位对阿伟说道 阿伟该减肥了 看看你的肚子 再胖下去要娶不着媳妇咯 阿伟听后 眯着眼睛对舅舅一笑 他这一笑 舅舅发现阿伟和弥勒佛长得很像 便转头对爷爷说 你看小阿伟像不像弥勒佛 爷爷听后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但嘴上还是说 我们家阿伟要能有弥勒佛的福气就好喽 这时的他们谁也想不到 将来的阿伟还真因为长得像弥勒佛 而被更多的人认识 转眼阿伟就18岁了 体重也跟着长到了200多斤 他似乎意识到了 自己过于肥胖的身材 产生了减肥的打算 他尝试过运动 节食等方法 可每一次减肥都以失败告终 好在同村的人总会对他说 你长得这么像弥勒佛 准是神仙投胎到人间 造福众生的 这多少缓解了他对肥胖身材的焦虑 也慢慢接受了自己 阿伟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 因此早早就辍学了 可到了找工作的时候 肥胖的身材给阿伟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他做过餐馆的服务员 也做过建筑工地的学徒 可是因为他太胖 没多久就会累得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不仅他自己难以坚持下去 工厂更是不愿意留着这个 干不了什么事的人 这时的阿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曾经的他以为 自己真的能够被天上的菩萨佛祖庇护 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 能够赚到足够的钱 去报答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 他以为他也会是这花花世界里 幸福存在着的一员 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他开始漫无目的地沉迷于游戏 每天睡醒了就是吃饭 吃饱了就开始打游戏 如此循环往复着 让身边的亲人看了都很是着急 后来他又迷上了玩手机 社交平台里的达人网红们 一致千金的生活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心想 我只是做不了体力活 但拍拍视频就能赚钱的工作 我怎么会干不了呢 他向父母提出 他想拍短视频赚钱 希望父母能够支持他购买短视频的设备 可父母听后却劝他不要随便进入那个领域 活在网络上是虚假的 可能一夜之间就给你带来无数的金钱和名利 也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你变成一穷二白的穷光蛋 父母劝阿伟要脚踏实地做正经稳定的工作 阿伟听后觉得是父母思想古板 也不理解他现在的处境 他一狠心一跺脚 你们不帮我 那我自己想办法 说吧 他便走了 虽说决定了做这行 可是没长相 没才艺 也没表演才能的自己 靠什么出圈呢 正当阿伟百思不得其解释 他突然看到了一段 网红扮演观音菩萨的视频 他脑海里浮现了 十多年来亲人朋友们所提到的话 他向弥勒佛 那为何不去扮演弥勒佛呢 说干就干 阿伟向身边的朋友借了点钱 买了手机支架 和扮演弥勒佛所需要的服装 正式进入了视频行业 因为没读过什么书 阿伟对于视频拍摄和剪辑 一窍不通 通过看一些网上的教程 也还是学不会 但阿伟也没有就此放弃 他突然想到 现在直播不是很火吗 自己做不了短视频 何不直接去直播呢 像绝大多数刚走进直播行业的人 阿伟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无人问津的日子 他坚持每天准时开播 可来他直播间观看的粉丝却屈指可数 得到的打赏更是不够他塞牙缝的 他也有过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但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也是唯一有可能改变他命运的一条路 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坚持下去 在这段日子里父母也没有阻止过阿伟 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自己的孩子 靠着父母打工挣来的钱 阿伟咬牙坚持着 每次直播间一有粉丝和自己互动 阿伟心里便比粉丝还要开心 他学着小时候看西游记那些神仙说话的方式 去回答粉丝的提问 还别说他这一无心之举倒是给他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直播间的粉丝曾问他 你看起来这么像弥勒佛 是天生的还是整容化妆打扮出来的呢 他每次也都耐心地回答粉丝 我的长相天生就是这样 可能我就是上天派来人间 来拯救受苦受难的苍生的吧 酷似弥勒佛的长相和他充满佛性的语录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看阿伟的直播 阿伟的人气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人间弥勒佛 阿伟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 人们纷纷转发并开始传言 他为弥勒佛转世 渐渐地追捧他的人变得更多了 受到关注的阿伟一方面感到很开心 另一方面也隐隐担心着自己 是否能够维持着现在的关注量 他害怕有一天粉丝们会看腻他的这张脸 因此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高人气 阿伟也学习着网上的一些直播技巧 他通过看佛书 学习一些佛教的术语打造自己的人设 也会刻意地去学习弥勒佛图片中的一些动作 巩固自己的特点 这时的阿伟也摆脱了过去穷困潦倒的处境 逐渐开始收到直播打赏 也开始向家里人寄回去一些钱 他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庆幸 也越来越相信自己长得这么像弥勒佛 就是自己的福气 他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随着阿伟名气越来越大 这个转世弥勒佛 也吸引到了一位来自广东的女士的关注 这个广东的女士十分有钱 光是看起来就像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富婆 得知山东有一个人长相酷似弥勒佛的人 广东女子立马决定要来山东见一见这个人 几经辗转 广东女子终于在山东找到了阿伟 她见到阿伟后心情十分激动 她跟阿伟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 看到阿伟的视频也是坚信她就是弥勒佛转世 希望能够把阿伟带回家供起来 阿伟听到女子这番话 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 被带回家当弥勒佛供起来 实在像是个笑话 况且阿伟现在的直播工作也做得如日中天 每天赚到的钱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 怎么会想放弃现在的一切 去别人家里当一尊大佛呢 后来她提出愿意花一千万来供养阿伟 听到一千万这个数字的时候 阿伟还是心动了 虽说直播能够给她带去收入 但毕竟这收入是不稳定的 况且一千万 她就算直播十几年 也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啊 一番思虑之后 阿伟还是同意了和女子回去 她原以为自己到广东以后 富婆会给她安排一套住房 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她 也会给她足够的钱 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可天上哪会掉馅饼呢 一回到广东 女子就变了脸 原来富婆并不是她自己所谓的虔诚的佛教文化爱好者 而是一家公司的管理者 她这次来到山东把阿伟接过去 就是为了让她加入到自己的公司 是一场合作 阿伟心想 来都来了 也有钱赚 那就干吧 为了让阿伟看起来更像弥勒佛 富婆买了很多不健康的垃圾食品给阿伟吃 让她肚子再大一点 整个人看起来更富态一点 好更像弥勒佛 哪怕阿伟吃到再也吃不下 甚至想吐了都不行 因为他们是合作关系 根据合同 阿伟只能认了 渐渐的 阿伟从三百多斤吃到了四百多斤 连走路都快走不稳了 富婆这才满意 对富婆来说 阿伟会面临什么伤害不重要 她唯一的目的 就是让阿伟的名气更大 为公司赚更多的钱 后来广东富婆 又拿出了金刚经等佛教书籍 让阿伟对书中的内容进行背诵 好让言行绝止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佛教中人 为了更好地运营阿伟这一IP 广东女子还请来了专门的团队 有人负责给阿伟化妆 有人负责阿伟每日的饮食 有人负责给阿伟接商业工作 有人则负责指导阿伟每天的行为 而阿伟似乎已经丧失了她作为独立个体的主动权 只是如傀儡一般被操控着 阿伟在这番包装下也没有令富婆失望 无论是外形上 打扮上 还是她的动作举止上 都比过去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弥勒佛了 完成对阿伟的人设打造 广东女子的真正目的也就暴露出来了 她要利用阿伟赚钱 渐渐的阿伟的活动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直播 她开始出席各种商业活动 她辗转于全国各个城市 尤其是信佛人数比较多的小城市 因为长相和神态都神似弥勒佛 嘴里还会念出一串串的佛教术语 很多群众都开始相信她就是弥勒佛转世 甚至有人会在阿伟面前下跪叩拜 祈求她的庇护 为了更好的敛财 团队开始让阿伟抱着金元宝坐在地上 这样很多来祈福的人便开始往里面送钱 五元 十元 一百元 一千元 广东女子靠阿伟赚得盆满钵满 阿伟也因此赚到了不少钱 赚钱后的阿伟更加配合团队的各种要求 她相信靠着这个经验丰富的团队 她就能够走上人生巅峰 但广东女子还不知足 在她一手打造之下 阿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了 能够给她带来的收益肯定远不止于此 她知道阿伟现在主要的受众是一些老年人 他们看待事物比较迷信 对事实的判断能力更差一些 她开始考虑为阿伟赋予佛教的背景 靠她的来历在网上再火一把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 有了阿伟本身神似弥勒佛的长相 她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阿伟也因为她不菲的收入买上了豪车 可这种欺诈性的炒作真的能火得长久吗 答案自然是不可能的 广东富婆看中阿伟的潜力 为她打造IP进行炒作 并极尽方式来敛财 或许一开始就是想榨干阿伟 赚个盆满钵满就拍屁股走人 随着人们失去了最开始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阿伟在网上的热度也慢慢散去 直播间里的观看人数越来越少 商业活动中愿意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少 钱也赚得越来越少 看到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阿伟 广东女子选择了抽身 她果断抛弃了阿伟 转而投入自己的下一条发财之路 可被抛弃的阿伟早就被金钱迷乱了双眼 从受到万人追捧到现在无人问津 阿伟的人生再一次跌落下来 过惯了大富大贵生活的她 也难以适应再重新回到清贫的生活 更令人惋惜的是 由于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弥勒佛 长期暴隐暴食的阿伟 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她的腰椎也险些因为难以支撑她的体重而瘫痪 在今后的人生里 她或许再难脱离 靠药物维系生存了 如今的阿伟 已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当初要是能心存善念的同时 也善待自己 相信她一定能走得更远 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竹子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 功夫是一天一天练出来的 不吃于空想 不物于虚声 而唯以求真的态度 做踏实的功夫 以此态度求学 则真理可明 以此态度做事 则功业可救